今年7月份 苗女士在网上直播时经别人介绍 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山西大同某煤炭公司经理的刘某 刘某自称是一位爱心人士 在网上经常帮助弱势群体 也是经一个朋友介绍的 有这样一个人非常有爱心 然后关注的也都是一些弱势群体的 然后帮助了很多弱势群体 然后这样告诉我们怎么联系她 苗女士通过直播软件加了刘某为好友以后 对方经常通过在软件里刷火力值的方式帮助佐佐 从7月到9月的两个多月时间里 苗女士一家人从中获得了两万多元的上款 刚开始那种感觉特别时代吧 也挺有爱心的 经常关心孩子 然后经常到我的直播间去送送礼物什么的 刘某还告知苗女士她已经在公司内募捐到了12万块钱 可以补齐佐佐换慎的资金缺口 兴奋之余的苗女士还给刘某游记了一面锦旗 随后一家人就计划着11月去广州寻找合适的渗源 毕竟是一个网络平台 然后那个很多人都有疑义这件事 等到我们要是要到医院去或者到医院去的时候 然后再把这笔款箱给我们 但是从9月份起 这位煤炭公司的经理刘某 突然间开始手头拮据起来 从助人为乐变成了伸手借钱 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她通过微信先后从苗女士手中借走了11万元 她跟我们说她的那个卡被她那个老婆给扣了 她一吃的时候就得是三千五千的 有的时候一天两三吃那样 她也说了 说等咱们咱们到号的时候 咱们要走的时候 肯定就是说把跟咱借的这笔钱 然后在这她把他们大门捐款的这笔钱一起给咱们 随着时间临近11月份 刘某却经常消失 也不提去广州换慎的事 此时苗女士的心中隐隐觉得不安 于是在10月中旬一家人决定去山西 希望见一见刘某 可是刘某却百般推脱 不得已一家人只好来到了刘某所在的公司 不得已一家人